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不是充电的时候被炸得体无完腐 被炸体无完腐 P30我记得我们说过 华为在任正非在过去的时间里 这一个月在多次环境中讲话 但几乎这一个月的新闻都被香港的新闻给涵盖了 所以我们很少去谈华为的故事 因为它已经变得没啥意思了 已经变得没啥意思了 那在中美贸易谈判中 我昨天节目中说了 应该美国贸易代表呢 对不起 纳瓦罗是川普的这个最反共的幕僚 他的讲法说就是习近平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习近平赔了夫人又折兵 里面其实相当大的成分就是他竭尽全力要救出华为 竭尽全力要救出华为 那华为的产品本身到底有多大本事 到底有多大出息 其实今天他已经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也没有讨论的机会和时间了 他的产品好与坏 他换个角度来讲 任正非是不是把他给骗了玩了 他已经无暇固体 已经没有 他不可能 现在就是今天把华为驴当马骑 他也就驴盲驴当马骑了 是什么就是无所谓了 因为如果他要真正面对华为本身的实际状况的话 我个人以为如果在平常的时候 那可能任正非就凶多吉少了 因为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 华为产品的那种不可靠性 已经显露无遗 相信任正非的做法 会把相应的内容完全掩盖住 也就说我相信是任正非会骗了习近平 我说如果是平常的时期 贸易战没有开打 这么讲 2018年2017年 当时华为的概念 如果披露出这么多麻粪的话 放在习近平桌子上 你看他什么态度 肯定是不像现在 现在里头再怎么落 这头驴拉的粪 它就是漂亮 那个袋那个光 驴粪袋外头光 这是北京话草包袋外头光 但它是驴粪来的 现在只顾外头光彩 现在外头光彩都毁了 外头光彩在毁的过程中 出现很梗的故事 新手机电池炸了 市主就给放在网上了 他心里不舒服 放在网上了 结果网民把他骂了 他说卖国贼 他是卖国贼 这个爱国主义很厉害 这是展示出炸的 炸式的样子 完全被炸掉 佛山的 欧先生 P30用了十天 应该是 十天炸了 给客服打电话 没人理 求各位大仙解决一下问题 前一段 三星曾经炸过一个 后来那个影响蛮大的 有的说法 他是学三星那个 也干他一把 那人家自己的东西 那干他一把 也没什么可讲的了 这应该是他电话了 可能是 华为水深火热 结果旗舰P30电池爆炸 这是佛山市民买了一个 十天给炸了 他在微博上贴出来 希望像三星一样维权 然后爱国网民随后说 你这个时候曝光华为 背后捅华为的刀子 你不爱国 你肯定是个卖国贼 施主抗母主 共产党之间 把人的人与人之间 爱国主义 就是杀人主义 这是我几年前这么说 爱国主义是杀人主义 国家不是他的 买了个P30是他的 炸了没炸死他 那是他的 他贴出来之后 然后别人说 你是卖国贼 他受不了 他这个背景受不了 背景他相信 他说如果被贴成 卖国贼标签的话 连习主席都在拯救 华为之命运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贴出去的话 我把习主席给买了 把任正非给劈了 对不对 那这事 这是大情小义 还是小义大情 这事我在国家的利益 高于一切 给我炸成粉末 我是光荣 那你说这是 那你华为的手机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 我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 我以为任正非 应该把习近平给猛 习近平今天就像是R20 只能升扛 习近平升扛的概念 就像这买国贼的概念一样 如果习近平正面 面对华为的产品问题的话 那他也成了买国贼 所以这就是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的 我以为是一种相当真实的反应 民众之间 人与人之间 没有人性的基本存在 只有一种极端自私的 自我情感的宣泄 人与人之间那种 虐杀的态度 以国家的名义也好 以什么样的名义也好 当不关系到 没跟你说吗 我们家的钱是钱 别人的钱都是指来的 那我们家的钱 我就得维护 那如果别人的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你就得从国家大意义上去想 那个东西 我跟你说 他要不害人 他是共产党 7号 叫微博大V 叫速报哥 7号提到了这件事 这是个微博上一个大V 提到这个事 爆炸 市主拍摄的照片 可以显示出来 手机被炸的相当严重 5月3号 5000块钱人民币买 便宜啊 便宜没好货 做好货不便宜 华为的最大特点 就是 它的功能可以与苹果相媲美 但是它的价钱只是三分之一 那占便宜是共产党框架下的 大陆人的习惯 对吧 没跟你说 到哪吃东西 先看东西打折 打折 我就吃不打折 我跟你急 这个遍地都是这个 所以人 在这个背景之下 自我 自我选择下贱的做法 但是当你说 它是下贱的时候 你人急了 你侮辱我 你侮辱我 苏鲍哥 像三星一样维权 结果有人说 正打仗了 大局为重 华为就算有质量问题 你也不能说 这个东西 你说这东西是人化 所以这个环境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环境 举些例子就不好说了 一说就不好听了 对吧 就不好听了 你要从大的角度去 我就是个居住民 我买个房子才七十年居住期 我拿的是居民证 对不对 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中有朋友说 骂五毛骂的 真是这么回事 我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关你个屁事 就像我说的 是你是个独立主权国家 这是共产党说的 结果你妈妈生你的时候 她得盖萝卜章 什么东西这是 你说关你个毛事 你的弟弟妹妹给卡着了 你的哥哥姐姐给卡着了 你妈把你留下来 当时一打眼的功夫 好 胡来嘛 这都是 看起来是祖国之大义 实际就是对人的虐杀 因为这是高级动物的环境 这都是高级动物的说法 下面有贴文网民说 我前两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我觉得P30的分辨率不是很高 那不是很高 就是相机的问题 分辨率嘛 镜头的问题 其实并没说P手机不好 这个P 遇到好几个爱国人是骂我 说我是无知 我丢人现眼 我无奈 我只好删了评论 这就道德绑架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怎么就不能 不就不爱国了呢 爱国人是怕是 人家雇的网络打手吧 真爱国就应该把质量做得好 把洋货比下去 这个东西出事的时候就有这个 对不对 那就像现在那个叫什么 爱国 爱国青年 爱国父母 爱国 有一个爱国两口的 一个被抓的姓杨 他拿到澳大利亚的这个护照 然后他老婆 叫什么染香大概是 国内很有名的 据说 据说从机场要出来 从国内要出来 也给扣了 就这个 完全一样 我个人觉得完全一样 所以没什么可讲的 这是 这是 这是这个 P30 华为 那其实在 华尔街日报 今天登了一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这个意思 就是说 华为要了习近平的命 应该讲 华为要了习近平的命 而习近平很可能被 任正非玩了 华为对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调查结果提出异议 网络安全公司调查结果提出异议 说分析不完整 不准确 这家网络安全公司呢 调查认为 华为的设备 存在着缺陷的可能性 比他其他对手要高很多 所以在有关质量问题 任正非同样是 以爱国主义的态度 欺骗了 很可能欺骗了习近平 习近平今天成啥了 他不扛也得扛 扛也得扛了 因为那 有关华为产品的瑕疵问题 一定都 不给他报告 不给他报告 发布之前 该报告曾经在 川普的官员中流通 而且进一步证明了 对华为立场强硬的正确性 包括白宫 美国国家安全部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 高级官员都看了 而华为写了文章说 这家网络安全公司 使用的方法叫 非常规办法 而且拒绝在公布前 把报告给华为看 华为认为对自己不公平 不公平 说他的产品不灵 然后他说呢 你评价不公平 那头炸了 爷们给说 我炸了不成 我得算完账 说他不爱国 你说习近平是不是被骗 我说被骗的意思 如果习近平实打实的 要中国制造2025 要仰仗华为的话 你说他会怎么样 他习近平信不信 我问的是这意思 指责选择性公布结果 被对比的对象 都是小的竞争对手 而不是像思科这样的领头羊 做法中有为中性原则 这都是像 我觉得 就是华为要使出这个 北京人原来说个话 我不知道北方人都有 叫滚刀肉 滚刀肉呢 就是切肉的时候 有些肉呢 就一个大肉咕噜 我也说不好 那个肉是哪个地方的肉 你刀稍微炖一点的话 它切不下去 它自身就像一种 自身转动 滚刀肉 滚刀肉就是 我们通常说的 软硬不吃 胡来的 我觉得华为 现在是有点这些态度 它什么都搞 什么都来 什么都胡来 就是 是不是我也 只要你是 在美国社会中 是一个正常人的社会吗 它会始终 始终浑身解数 找到在这个社会中 所有的机会 我告你 我整你 我就胡来 基本给我感觉是这样 2018年 买了110亿美元的 美国产品的零部件 33家供应商在那里 所以这是一个 回复整个背景的 现在背景的状况 华为产品应急团队表示说 鉴于它的做法 其分析的结果 往最好说是可疑的 往最差说是不准确的 说有着一种政治立场 所以它就是滚刀肉 它就就就来了 那对此回击 详细就是讲了这样方面 对应的说法 测试该公司测试了 几乎所有固件 都是今年4月份拿到的 最新的东西 是你华为4月份的最新东西 华为表示该报告 采取一些行动 包括删除一些 一个款设备上 箱物式的加密密 叫密什么 密钥匙 但恰恰是证实了 相应公司的评价式 被人家查出毛病来了 他自己呢 就在那儿鼓球 鼓球就是下鼓球 小孩尿尿和你玩鼓球 鼓球完之后 然后骂人家 说你听对我胡来 你对我华为有成见 这就是滚刀肉 魂不讲理 他也没有什么理可讲 我就有钱 怎么着 我用钱我跟你干 你任何提出人的机会说法 我都从中找出道理 来说法中 我跟你整 基本你想想 从任正非 到他下面的法律部门 到他的所谓的董事长 基本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像这个郭暗舟说 不成我遭到遭到这个 我郁闷在家很迫害 所以你应该放弃 对我的引渡 他都是这个胡来的 但是华为 在这里说一下 华为是最近这两天 在我节目中聚集的 这个五毛最多的 我们讲过二十国峰会当中 有一期节目 就是习近平跟这个小土豆 川普 不是小土豆 这个加拿大人管他总理 叫小土豆 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场面 很冷漠 我们做过一期节目 我没想到 在那已经一个星期前的节目 我没想到 在最近一直 有五毛在内上留言 这是国内 王沪宁在 操控 这个 舆论方向上 在指挥五毛的做法中 他有方向性的 相当大的方向性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说了几期节目 就是 王沪宁把习近平玩了 对吧 把习近平架空了 习近平几乎就成为了一个肉空壳 很多朋友看这节目 包括跟王岐山之间的关系 里头一个五毛都没有 为什么 我们讨论的主题 超过了五毛的老板 五毛又不敢去问 王沪宁说 老大 你说这事怎么办 我也就一个毛都没有 兔条 他斜了门了 这群猪我 我跟你说 真的 不能侮辱着猪 这一群 他就说他在 毫无节制的侮辱自己是个人 没跟你说嘛 如果都是男的 就是李连英娶了四方老婆 来展现他男人的雄风 这就是今天 做网络的人 对不起 说清楚 做网络上五毛评论的人 共产党 首席执行长 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立场是 华为的漏洞是广泛的 它是真实存在的 存在于整个产品的流水限中 这话说的相当厉害 相当厉害 为什么没有跟四科比 因为他说没有拿到 在市现有的客户基础 我们能够拿到 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有四科的固件 我们当然愿意做 华为批评该评布报告说 只选择了什么什么 而没去选择什么什么 就是华为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你这么评价 我不公平 你应该选择这个 不应该选择那个 小孩爱吃冰激凌 冰激凌有很多种 五六十种 七八十种 对吧 他在评价的过程中 任何一公司评价过程中 有他自己评价的一个标准 你不接受就完了 你不愿意就完了 对不对 你不愿意是你的事情 人家有人家做法 你们家吃冰激凌坐着吃 他吃冰激凌含着吃 那你管人家呢 人家说不 就得害我关系 这就是共产党理论 报告结论 将华为漏洞率 与该公司数据中超过25个 25万个固件影像进行对比之后 得出的结果 25万个固件影像进行对比 基数相当大了 该数据库包括来自多家供应商设备测试的结果 没有将它测试整个华为的数据 进行完全的对比 没有 在报告里讲说 记述了该公司 所称的在华为设备中发现了 大量的网络安全漏洞 数据是该公司 工程师做出的一系列糟糕的安全决定 他没有指责华为 蓄意在产品中留下漏洞 这是报道的手法 意思就是说 我没说你是故意这么干 但谁用你的东西 对吧 就像睡筛子似的 小孩睡筛子 大家知道 小孩没睡尿不湿 睡的是筛子 尿的尿直接尿下去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